大家好 上次跟大家說過 為什麼我覺得LED的遊戲機 其實是很抵擋的 為什麼呢 我同樣提到 Gamman Watch 好像叫LCD 那類的 遊戲 螢幕沒有那麼耐心 所以很多時候 就會有些 會壞 怎麼壞呢 一來就是 螢幕很容易 沒有色 我已經有些機是這樣的 那是什麼呢 尤其是有朋友 曾經有網友跟我說 這一類機 在Gamman Watch上 是比較容易 螢幕會沒有色 就是這一隻 就叫做Multi Screen 我已經有兩部是這樣的 我買過兩部 這一部是在Yahoo拍賣拍回來的 這一部是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在街旺 商場地庫 那裏還有一間店 在那裏買回來的 不過很可惜 後來當主 因為急病 離世 其實我覺得很好 因為 那些遊戲買得 便宜 我在他那裏買了不少遊戲 但有機會再講一講 我在他那裏買回來的收藏品 有些用到現在還是很OK 但這一部就不是很OK 因為Multi Screen 有網友跟我說 是特別容易壞的 那個螢幕 壞成怎樣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入電 你幾乎看不到螢幕 即是它可以正常操作 假如你們可以不看螢幕 你都能打到的話 就可以正常操作 你看一下 上面這裏 你看到已經有些淺色了 下面呢 你還看到一些波的 好像OK 玩下去就知道不OK 即是Pinball這部 是我其中一部GamingMoss 最想有一部 最想有一部 存到一部是玩得到的遊戲 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一部 錄給大家看 會彈回頭 如果太大力的話 用右鍵彈上去 那你們完全看不到那個波去哪裡 所以基本上你是玩不到的 就是這樣 那另一部的情況呢 都是這樣的 沒有力量 那不論是 哎呀 有不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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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ok的 你會見到有少少字的 十二點這樣 你見到有 但你基本上已經完全 完全見不到 只是你要好留心看 你還會看到少少的 但是太淺色了 太淺色了 所以基本上已經是玩不到下去了 那這一種就是 其中一種螢幕 會所謂玩不到下去 或者是壞的問題 另一種形式 就是螢幕會開始黑 你會見到這樣的情況 你會見到 開始有些 開始有些暗了 開始有些黑了 這樣會幾影響的 這種情況 我們叫做皮蛋 就在螢幕中間 開始有些機 我有些機 是有比較嚴重皮蛋 但我已經賣光了 很便宜的價錢 可能一百元賣給別人 可能買回來四五百元 但當玩到已經出皮蛋 又有人肯要 明思有皮蛋 也要的 那我就會很便宜一百元賣給他 那就會有這些情況 就會由中間開始 有些是圓形的 所以我們叫做皮蛋 這樣的情況 這部是可以玩到的 尤其是這部是可以玩到的 尤其是這部是可以玩到的 先看看 我找些電入 我找些電入 玩給大家看 這部是香港的廠 我會說少少的 其實這部是香港的廠 做的 我在網上 這幾天 有聽過 有人想找回 其中一些遊戲機 其中一些都是在香港的廠 做出來的 這部呢 其實是在香港的廠 叫Tronica 那個廠是做出來的 那你見到 所謂有皮蛋 就是 當那個角度 尤其是角度 這個已經不算嚴重了 所以 在某些角度 你看下去 還OK 還可以玩到的 那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 順手也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部遊戲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廠做的 那 我想很多 如果你是年輕的一輩 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 香港以前的電子行業 是世界首一指的 香港的遊戲機 可以賣到世界各地 你上去eBay看看 我近期買一部 即我近期開始 迫一部 但是沒有回來的 就在法國裡迫回來 都是香港廠做 有些就直接在墨西哥 那些 就是流落了在那些地方 就是因為當時 香港電子廠所做出來的電子產品 是封衡世界其他地方的 所以 你不要想著 只是香港 只是做金融等等 那些 在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前 其實他們的電子行業 中標等等 工廠 很多公開 很棒的 而這些 因為日本流行 Gameman Watch 香港也有類似Gameman Watch的遊戲 Gameman Watch 擺明是可以有 中標功能 它不止 它有計算機功能 這個 就是剛才說的 中標功能 中標功能 然後這個是計算機功能 例如 6乘2 7 等於 這樣就算到42 然後 就是Gam Gam A和Gam B Gam A和Gam B 純粹是難度提升 試試玩給你看 其實這個遊戲是很簡單的 動一架穿梭機 向上向下 就由自己的地球 動到木星那裏 土星 其實都不知道什麼星 因為土星的環都不是太小 總之就當作一個星球 由一個星球飛去另一個星球 中間不要被隕石等等 那些東西撞到 那就OK的了 就有些類似Gam Man Watch 那一部的高空雜物一樣 就不要被東西打倒 那就OK了 那 試試玩給大家看 很差勁 但是我玩這個 那一開始因為那些東西未到 還有 那你可以不斷衝過去 哎呀 那就會中招了 那 那 可以向上去到有些位置可以向上向下的 那 例如去到這個位置 因為你不向下就有機會被他打中 那這裡就會擋住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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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衝過去 因為有皮蛋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有些位置 沒有那麼容易看得明顯 哎呀 那這時候 如果我是向下 就應該可以 展過的 那 有其他的太空垃圾 會擋住了 那會 三次機會 死了三次 那就玩完了 這遊戲大概就是這樣玩 那 這一集也是想告訴大家 一來介紹一下這遊戲 是香港我們自己推出的遊戲 那 我也有一些 有幾個香港廠做出來的遊戲 那我可以遲些再介紹給大家看 另外呢 也是告訴大家 這一類遊戲的螢幕究竟是怎麼搞的 那 那 如何保存它呢 盡量不要被他接觸到濕氣 我想其中一樣就是這樣 蓬電之夜也是這樣 那 都十分鐘了 這遊戲暫時玩到這裡為止 那 介紹這些遊戲都是暫時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